加州蒙特朗夫婦的三名子女 在今年夏季前往海邊衝浪 但與其他衝浪者不同 衝浪對這三名兄妹來說 不單是一種有趣的活動 也對他們患的一種病有幫助 衝浪可以為人帶來歡樂 現在更有醫學說明 可以為狼性纖維化疾病兒童增進健康 加州蒙特朗夫婦的五名子女 在今年夏季前往海邊衝浪 但與其他衝浪者不同 衝浪對這五名兄妹來說 不單是有趣的活動 也有助延長他們的生命 由於研究人員認為 海的鹹水有助消除積罪在患者肺部的黏液 因而全球各地的組織紛紛興起 教導這些患病兒童衝浪 面五名兄弟妹患有狼性纖維化疾病 和其他愈來愈多的患者一樣 他們也來到海邊遮衝浪促進身體健康 蒙特朗夫婦說他們感激衝浪 因為不單是為子女帶來健康 還可以讓他們全家聚集在一起 享受這項活動 天哪衛視編輯報導